屏東一輛大型貨運車 右轉要進到工廠時 後方騎士見撞 緊急煞車摔落地面 而機車就這樣子滑行出去 撞上了車頭 還好這個騎士只有受到輕傷 沒有大礙 另外在台南則發生了追撞車禍 有照車逆向行駛 煞車不急 撞上了騎士 打了方向盤右轉 準備進入工廠 沒想到這時不遠處一輛機車 居然沿著地面滑行過來 不偏不倚 撞上車頭 騎士也連滾帶爬 摔倒在地 車禍現場 機車倒在地上 車客零件掉落 騎士的物品四處飛散 好在人只有輕傷 沒有大礙 拆信駕駛 駕駛貨櫃一輛車 沿屏東市建國路外快車道 北往南方向行駛 自事故地點 建國路495號前 右轉時 與同向益基曼車道 執行之普重機車 發生碰撞 16號清晨5點多 在屏東建國路上 當時大型貨運車 右轉進入工廠 後方騎士見撞 趕緊煞車 沒想到機車喷飛 往前滑行 撞上貨運車 本案造成重機車駕駛受傷生意 軍酒精檢測 雙方駕駛酒精濃度均為0 兩名駕駛沒注意路況 恐怕都會吃上罰單 另外在台南也發生追撞車禍 騎士左轉 還沒進入社區 就被車撞了一下 回頭一瞧 竟然是輛轎車逆向行駛 才會發生追撞 好在兩人沒有受傷 只是這一撞野氣的騎士直呼 駕駛開車方式相當危險 不論騎車開車還是遵守交通規則 畢竟安全最重要 記者台南屏東綜合報導